拉斯丹部落文化聚会所是花莲市 相继在大本部落吉宝干以及根奴蚁部落之后 即将落成启用的第四座部落聚会所 而日前的工程都已经完成进入验售阶段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前往线刊 期许在六月份封年季之前能够正式开放使用 花莲市长魏佳燕在建设客长徐国成 及国瑜里里长督小聚的陪同下 前往了中流公园会看拉斯丹部落文化聚会所的 兴建工程并听取相关简报说明 拉斯丹部落文化聚会所是花莲市相继在大本部落 吉宝干部落及根奴蚁部落之后 即将落成启用的第四座部落聚会所 而目前的工程已经完工进入最后的验售阶段 这部分我们有做一些巧思 包括整个钩壁的一个挂钩 之后可以掉一些可能是帆布啊 或者是遮痒的一些部分 那还有增设一些摄影机 然后还有我们增设一些储藏室 那可以临时绽放部落的一些东西 那还有在厕所的部分 我们因为树根 树根旁边有一个大树 那树根有隆起 那这部分也会开始来断根 开始来做整理 那也希望说等到六月多 正式给我们拉斯丹部落的一些好朋友们 一个好的一个聚会所 那一个完善的一个聚会所 那很高兴呢 我们得到那个市长的议员啊 所有的关照 然后呢在他们这个努力之下 终于呢我们今天有了这个聚会所 那这个聚会所呢 将来他会提供给我们所有的里民 在办理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开放空间 可是如果我们要再完整 我们社区营造的一个这个任务的话 我们还需要一个室内的活动中心 这是我们下一个努力的目标 拉苏丹部落文化聚会所新建工程 预计在六月底 逢年季前就能正式对外开放使用 因为国与里活动中心的新建计划 目前也已取得都市计划 公共设施用地多目标使用管制的许可 正在进行规划设计 将大幅提升公园的使用效率 提供在地里民与部落族人 更为完善的户外活动空间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